并不是所有的驱动电机都有悬扁传感器 来你看 这是一款老款的Model S的驱动电机 那么在驱动电机这个位置装了一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它可不是悬扁传感器 它只是一个速度传感器 不相信的兄弟可以看一下唯有手册 速度传感器 那么这个传感器只检测我们中间这个转子的一个转速的 那么这个传感器安装的位置 以及里边尺圈这个安装位置 它也是没有记号的 可以随意安装 但是这个传感器呢 这是有个固定螺丝的 咱们这款驱动电机呢 它是一个交流异步电机 它是没有旋变传感器 如果是永磁同步电机 那个是有旋变传感器的 那么这款驱动电机容易坏的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水风很容易漏水 漏水之后驱动电机容易出现绝缘故障 像咱们现在这台车就是绝缘故障 导致我们把它拆来维修的 新款的特斯拉呢 现在都换成了这个永磁同步电机 它这个呢 转子是带磁性的 这种电机它是带旋变传感器的 旋变传感器就是安装在这个位置 这个旋变传感器 这个位置也是定死的 这有几颗固定的螺丝 它也是无法调节的 这个位置花键在更换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做好记号 如果不做记号 更换完了之后 瞧得让你怀疑人生 那么这个旋变传感器呢 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个线圈的一个组织 这个里边一共有三路线圈 正旋 余旋 立磁 咱们先来测量一下 第一组线圈的组织是多少 第一组13.5欧亩 第二组24.3欧亩 第三组26.7欧亩 最小的这个是咱们的例子 这个永磁同步电机 这个旋变传感器 就是来监测这个电机的一个角度的 根据它不同的角度 我给不同的向线通电 就可以产生磁力 驱动中间的转子旋转 就产生了动力 那么这个新款的驱动电机 跟老款的散热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老款的是用水冷来散热 这个新款的是用油冷来散热的 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冷热交换器 下面这两个孔接的是油孔 用油把这个东西变热了之后呢 这边这两个孔接的是水路 让水把热量给它带走 那么下面这个地方 是它的一个油泵 换油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油泵 这两个螺丝拆掉 把它提出来 油就可以放出来了 同时还要更换这个滤清器 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加注孔 那么想学习更多特色AVU知识 可以持续关注我